彰化县政府举办新修彰化县制的新书发表会议 这本著作前后历经了七年的时间 加上彰化县即将迎接建成三百年 这内容是更加的引人注目 县长王惠美表示 新修彰化县制自清道光之后就没有再做大规模的编修了 而三至十三篇每一篇都有二十万字以上 还要经过严谨的文史考核才能够正式出书 可以说是为彰化县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书写记录 这是我们重现这次新修彰化县制三至十三篇的七字 代表这篇 新修彰化县制赞熟历十七年 即103年出版地理制 自然地理篇一篇 107年出版五至十七篇后 在彰化县即将迎接建成三百年之前 七日发表第二批 严格制 经济制 正式制 赚收出版经费即一千三百多万元 可说是彰化县的一项创举 这个雍正时代之前曾经做了一次限制 一直在为期一百七十年 一直没有做大规模的一个整理 那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的总传 我们的黄秀珍教授带领着整个团队 那历经了八年的一个时间 好不容易今天又完成了这个 三字十三篇的这个限制 这非常不容易 那除了他们要编赚 每一篇二十万字以上 特别还是需要很严谨的 做了很多的文实的一个个考核 那才能够正式来出出 本次发表的严格制 经济制及正式制 邀请彰化县内及中部地区细所学者 共同合作 建立具地方性的钻修专业团队 县府并定有严谨审查机制 聘请各领域专业委员参与审查 每篇接近五次以上审查 审查会议除实职审查委员外 并由县府各局处提供协助 且于二十六祥镇图书馆 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公开阅览 重视审明的公共参与其意见 总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找到适合的主持人 然后再有主持人去找撞稿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这个不完全表现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这一次彰化 新修彰化限制的很多主持人 都是彰化 在地彰化 县府这次透过新修彰化限制 严格制 经济制及正式制的发表 与县民一同追寻 分享彰化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 也在时间流动与社会变迁之际 以制书留下历史与共同记忆 并同时赠送国内各大图书馆 攻大众越南 接着熊心交线采访报道